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都有哪些长相奇葩的冷门兵器吗 它们的实力又如何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些长相丑陋 但威力无比的十大冷门兵器 从这把兵器的外形上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把痒痒刀 所以它在古代算是很少见的冷兵器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它的威力 抓的尖端有五个极其锋利的铁钉 就像一个带刺的手向你伸来 而且抓的重量比较沉重 使用者把刷轮到敌人身上后 毫不费力就可以将你的皮肉撕下来 如果是轮到敌人的脖子上 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制人死亡 而且抓的长度和长枪差不多 使用起来十分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的威力是远大于长枪的 只不过因为抓的相貌丑陋 所以没人使用 想想看 谁会拿一个超大型的痒痒刀 上战场厮杀敌人呢 你是想用这把兵器把敌人笑死吗 但话说回来 在平时 抓是可以用来充当干活的用具 因此抓具有伪装功能 也是古代刺客偷袭用的武器之一 第九 子武鸳鸯月 子武鸳鸯月 是八卦派掌门的独特兵器 由清代八卦门宗师 黄热的武器发明家董海川所创 长相极文奇特 此戏双月互报 形似阴阳鱼 又分子武 一雄一雌 演练时开合交织 不及不离 互死鸳鸯 故名子武鸳鸯月 也叫日月乾坤 鹿角刀 此戏书手柄外 前后左右都是刃 杀伤力非常之高 子武鸳鸯月的招法 由八卦掌法演化而成 他步走八方 运动中求变化 并随心所欲变化万端 一攻难防 也是短兵器的一种 所以作用于不战 虽然看似短小 但面对长枪大刀等兵器时 只要身法不符配合协调 就能一短取长 知机要害 因此别感到短小奇特 但真正耍起来 没几把兵器是他的对手 第八 铁齿 这把兵器 大家一定在某些影视剧中见到过 当中说不出来具体名字 其实它叫铁齿 也叫笔架叉 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防御型兵器 显于唐宋时期 是古代牙翼捕快的长用兵器 铁齿最初流传云 福建永泰等地 后传入日本 日本人为了兵于鞋带和出击 掰得了一个齿 写了个名字叫石手 克制武士刀很管用 而铁齿可视作短兵器 也可作为暗器使用 其形入原柱 使四面不内线 上促下戏 两侧带有比较短的刺头 它异于鞋带 可暗于腰间 通常双手各持一只 所以也称为双铁齿 是古代刺客和捕快的博尔之旋 你知道最强的奇葩冷兵器 是哪把吗 现在就让大家了解一番 第七 乌金铁扇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 扇子只是一个装饰品 怎么可能成为商人的兵器呢 即使不然 如果你将制扇的材质换成乌金 再将扇叶加之锋利一遍 它就变成了一把杀人戾气 乌金铁扇 乌金铁扇 顾名思义 通体自然是用乌金打造 坚韧无比 将扇合之 就是一根铁棍 能够轻松击碎一尊石像 若击中人的身体 便可一招致命 将扇开之 就像一把利器 在轻刻之间切断目标 无论开合 都是一把神兵利器 在电影《十月围城》中 刘亦百首持乌金铁扇 一亿人抵挡千军万马 可见兵器的威力之强 第六 炼家 炼家在现在的农村里非常常见 因为它就是农民 用来打倒鼓的农具 经过简单的改良后 就被当作一种兵器来使用了 是由长柄和敲杆组成的 很像双戒棍 但是要比它大得多 看上去虽然处无害 但如果你被打倒一下 哪怕身穿锁子甲 都有骨折的危险 是中世纪的一件破甲神器 其具体的使用方式是 挥动长柄 敲杆绕转动 无论你是打鼓还是打人 都是这样用 一款威力强大的冷兵器 往往只需要简单的操作 因此 你不要在意兵器的外表 实用和强大最重要 第五 峨眉刺 峨眉刺是一种传统武器 从古流传至今 这个东西很久以前 本来是作为水中暗器使用的 主要作用是在水中刺杀 或者将船底遭穿 过来经过演变 编为路上冷兵器 长度大概一尺 两头细 中间粗 两边各有追行头 练习时 中指套在中心铁环处紧握 当松开时就可以快速转动 近身时峨眉刺威胁极打 即使是不会使用的人 也能发挥出杀伤力 暂且不提刺中穴位之类的 只要能刺中大腿双肋 就已经很强了 第四 铁签 这把兵器第一眼看上去 像个铁棍子 但当你再仔细看时 在铁签的前端是一个尖头 可以说就是一根铁锁 然后在头上摸得比较尖而已 这样奇怪的兵器 确实不常见 而他的威力又如何呢 在幸运年中 有一位绝世高手五竹 他的武器就是铁签 五竹用这根铁签 生生的将银巩捅死 就算是九品高手在他面前 也不能逃离被铁签支配的恐惧 在剧中 他就是一个bug的存在 每一个被铁签伤过的人 咽出来的却都是剑伤 殊实离谱 谈点古代历史中那些长相齐发 且威力十足的冷门兵器 看看你认识几个呢 第三 配伞 谈到以伞做兵器 人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神话中四大天王之一的多文天王 他的法器就是称作 会伞的兵器 但这些兵器 是将敌人吸入伞中 并不能直接作为取人性命的嗜血兵刃 人们实在想象不出 伞作为殊死搏杀的兵器 该怎样发挥其能 但在张一谋导演的电影影中 赫然出现了一把骑兵 东吴伞 影片里的东吴伞又叫配伞 是一件平时外观于普通雨伞无异 可以用来遮风挡雨 但面临打斗时 打开机关 雨伞顿时就变成为一件 由数十把利刃的可怕兵器 东吴伞的用法 犹如哪吒的乾坤圈 是需要快速转出铲饼 使几十把利刃飞速转动起来 并且除了有强大的杀伤功能 该散散面 也由金属刀叶密密麻麻扎之而成 那么一定也可以是一件 类似盾牌的防御武器 想想看 又能进攻又能防御 什么兵器能有如此功能 第二 抗龙剪 大家都知道 剪是一种中国古代兵器 类似于硬鞭和短棍 因为使用者不多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 剪这样的武器并不巧 其实不然 敌人剪手中的这把抗龙剪 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虽然抗龙剪看起来像是一根棍子 没有刃 只有一个不算锋利的盾尖和四条棱 刺激不如刀剑的杀伤力大 也不能像有刃的刀剑一样 轻易就能切割 主要技法只有大力撞 砸 但他就能看破所有兵器的破绽 当抗龙剪握柄处的滑轮转动时 就能听出武器破绽 什么武器都能将他一招击破 不仅如此 抗龙剪还是一个破换处的神器 第一 菜刀 菜刀作为生活用具来说 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 但作为武器来说 却几乎没人使用 但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把 平时用来切菜切肉的菜刀 它可不单单是一把厨具 正所谓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特别是杀猪刀的威力非常之大 在于冷兵器近身肉搏时 没有什么比杀猪刀更强的了 杀猪刀重量合适 可以进行快速挥砍 并且比一般兵器都要锋利 可以轻松剁开大骨头 砍在人身上 轻则筋骨寸断 重则一敏呜呼 并且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可劈可刺可剁 怎样都能造成杀伤 因此在如此多的奇葩兵器中 看见菜刀的都要避让三尺 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